大家來陪我一齊試試這盒新的顏色筆吧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之前Bully Journal的setup 我預留了空位給不同的顏色筆來畫色版 畫色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筆乾上的顏色和我們畫出來的顏色始終都會有色差 通常畫色版我都會把顏色筆的名稱和編號寫下 然後再把顏色畫在下面 所以畫了色版之後就可以一目了然 究竟那支顏色筆畫出來會是甚麼顏色 特別是木顏色更加需要一個顏色 因為大力去到細力都可以影響出來的顏色 好快就完成了這個色版了 是時候開始我第一個作品了 我想我真的傻了 第一次用木顏色認真地畫一份作品出來 我竟然選了有毛的動物 其實我知道這個挑戰對我來說是很難的 因為始終真的是第一次用木顏色認認真真地畫畫 但是我都很想盡我的能力去完成它 是因為在外國照顧我女兒的那對夫婦 她的小狗剛剛過了生了 狗狗陪了她們兩個老人家已經二十年了 她們是狗狗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 怎會不心痛啊 所以多難我都想盡我的能力送這幅畫給她 我很希望她收到之後會感受到那份愛 希望她們可以隨著時間將傷痛釋懷一點 為了可以表達得更全神 我用了狗狗的身份寫了一句語錄給她們的爸爸媽媽 我們永遠都不會說再見的 是因為你一直都已經在我的心裏 終於完成了個作品了 裝上相框整個作品就完成了 希望她們收到之後感受到這份愛 多謝你們陪我一起畫色版和畫這幅畫 希望你們都喜歡這個影片 喜歡的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還有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Wagding 是你的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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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是你的鈴鐺 是你的鈴鐺 你當親眼神的螃子 是我的鈴鐺 是你的鈴鐺 你這樣是要花錢 是你的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